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個月中 阿富汗的塔利班組織曾經向特朗普獻上過死亡之吻 當時他們公開宣稱支持特朗普競逐連任 而特朗普陣營當然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在知道這趟消息以後 馬上下令軍方向塔利班組織轟炸 將這個危機迎刃而解 而去到昨天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就著總統大選發言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普京說了什麼呢?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普京在接受俄羅斯國家電視台訪問時提到 拜登家族至少有一家公司 從各方面看來都是賺了不少錢的 但是 即使拜登過去和俄羅斯或者烏克蘭 有著一定的商業關係也好 普京就說 並不認為這就是犯罪行為 至少他說他不知道這就是犯罪行為 實際這一趟說話 無非就是向拜登獻上了死亡之吻 因為拜登從頭到尾都很堅持一件事 就是說在他的一生當中 從來都沒有在外國賺取過一分錢 當時普京就說 拜登家族真的有一家公司賺了不少錢 又跟俄羅斯或者烏克蘭有著商業關係 就是變相拖了拜登下水 至於說這個犯罪行為已經是後話了 因為他這番說法 已經是跟拜登所說的事 存在著矛盾 至於說當中是否牽涉到一些犯罪行為 就不是由一個外國的國家元首說了算 這些當然是由美國的司法機構來審查和裁決 所以普京這次都幫了拜登不少了 至於拜登陣營方面 對於普京這番說話有沒有回應 暫時還未找到 而且拜登本人亦都說明 接下來這個禮拜他本人都不會再出席任何公開的拉票活動 不知道他是覺得自己已經夠票 還是沒有面見人 反正他這種行為在過去的美國總統大選的候選人當中 都是相當罕見的 因為選到最後一個禮拜你怎麼會不出席任何活動呢 什麼豈不是等同於棄選 除非拜登領先特朗普真是很大段距離 是坐頂粒錄到最後一個禮拜不需要出來吹票 所以其實他這個行為都相當奇怪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電郵門事件越消越旺 搞到有很多搖擺州的選民 他們就上網查一件事 這個數據就值得和大家分享了 那些選民去查什麼呢 就是查一下到底他們的郵寄投票 是否可以更改那個意向 即是再投也獲 即是很肯定有些人是受到電郵門影響了很大 可能本來就已經是有理沒理投了拜登 因為有些人事實上就是不妥特朗普 出於是 他不是支持拜登的 拜登也沒有任何魅力吸引到這幫選民 這幫選民純粹就是小腦條件反射式 就是投拜登 就是不妥特朗普 好了 現在可能看看發現不對勁 那麼多那些貪腐證據 那些不雅視頻 全部排山倒海 現在逐樣曬出來的時候 的確是會影響到某一部分人的意向 好了 有些就算投了票 他們都不斷走上網查這件事 現在在網上是非常熱門搜尋的關鍵字 就是更改投票意向 那麼大家試想一下 連投了票那些他都想重新投一次 更何況是尾頭那些 我經常都說的 那些中間游離選民 一看完這堆東西 他就肯定多多少少會有些動搖 就算主流媒體不去報道也好 也好 想著臭屎脈也好 其實在現在這個互聯網的世界 根本上是蓋不住的 你越蓋越臭 就像臭豆腐那樣 越引領那些人就去看 有些人就去試 吃完之後呢 覺得翻尋味 你死不死 所以呢 那些主流媒體 一邊想著不報道 就當沒有回事發生 當照常運作 這些人是在做夢的 是不可能出現的 在互聯網的世界 除非你說封了他 就算現在Facebook 你說不給分享 某些連結也好 唉 這個世界叫做什麼 你有張良計 他有過場梯 那些人要看 他都總有辦法可以看得到 連大陸的網民都懂得翻牆 更何況是那些 住在自由世界的美國人民 當然除了電郵門風波之外 其實拜登上一次 在這個總統大選辯論當中的失言 也使得很多人想更改投票意向 在那次辯論當中 特朗普就專門弄了一個坑 給拜登去採 就專門問他 到底你是否支持這個石油開採行業 拜登當時還大言不慚 就說自己支持 實際上 在過去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拜登和賀錦麗都是極力地反對這個石油開採行業 好了 特朗普馬上就在Twitter放了相關的證據短片出來 於是使得不少搖擺州份 那些選民動搖 幫助自己的飯碗都不保 如果投了拜登 不但只是加稅 這個fifty cents 自己也走出來說 這個著名的黑人 喂 一旦選了拜登 fifty cents 就變回twenty cents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拜登說要收六成稅 在加州的樹 所以呢 這個拜登現在跌票是很正常的 再加上一件事 現在呢 拜登又被人質疑 他神志不清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在出席一場的網上做世集會的時候 他和他現在的老婆 即是別人的前妻 他扣別人的那個 他坐在那裡說話 說就說 他就說 說一說 他就說他的對手 說不出名 說到口順邊 說一說 竟然說了一個布殊 這個名字 這個拜登呢 真是猛到不知人間何世 現在時光倒流二十年嗎 你猜現在是二千年嗎 還布殊 你知不知道自己跟哪一個 競選總統大位的 是否一個這樣神志不清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升任 做美國總統這個職務呢 啊 即是這件事是很令人擔憂的 所以呢 特朗普呢 又借機去抽水了 當然是 雖然拜登這次的失言 就不算很嚴重 純粹是記不起名字 但是現在他選的是美國總統 啊 所以這些一點一滴慢慢累積起來的時候 那些中間游離選民看在眼裡 就只會跟拜登呢 越走越遠 那如果本身他是投拜登的 分分鐘就變了不投 那也是令到拜登跌飛啦 如果是令到他變成投特朗普的話呢 一來一回就兩票了 所以呢 拜登其實是很嚴重的啊 好了 最後呢就講一個民意調查的數據了 那大家聽一下究竟有沒有呢 是聽聞有一個這樣的調查啊 那這個民意調查機構就叫做UGAF 他們就在全球十幾個國家呢 就做了一次的大型民意調查 就查一下究竟當地的民眾呢 是支持特朗普多些 還是支持拜登多些的 那在台灣的數據呢 就是四成二的人支持特朗普 三成的人支持拜登 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人多些的 台灣事實上是這樣 大家看的那些網評節目大概也是這樣 但香港的數據就奇怪了 三成六人支持特朗普 四成二人支持拜登 到底這些是做出來的 還是真的有這樣的民意調查啊 香港有沒有人曾經是 聽電話接受過這些民意調查呢 只有三成六人支持特朗普 指不指啊 是不是先啊 還有四成二人支持這個拜登 我又不是很相信 我懷疑這些數據全部做假的 其實除了台灣之外 其他那些國家 比如說菲律賓、泰國 甚至乎澳洲、馬來西亞等等 他全部查出來的結果 都是支持拜登的 是多過支持特朗普很多很多的 其實這些民意調查的目的是什麼呢 一來 根本上外國人對於美國總統大選 他又沒有選票的 你查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些數據出來呢 是不是為了營造一個假象 就是拜登在全世界範圍裡面 都得到各地民眾的熱烈支持 將這些民意調查數據 就出口轉內銷 就給美國國內的民眾去看 就曬出來 拜登在全世界這麼多的國家 都擁有高支持度的 這樣 是不是想營造這種假象呢 實際上 香港有沒有四成二人支持拜登那麼多啊 你找誰做啊 是不是問鄭京漢和陳偉業這些爛壇啊 啊 這麼多人支持拜登 我都沒聽過 在香港 藍絲那些一系不理的 都不會說支持拜登 對不對 最多不支持特朗普 沒有理由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只有三成六那麼少 我看過網絡民意都不止 十個只有三個人支持特朗普 所以我就認為 這屆美國總統大選 很多民意調查 有多少成是真 有多少成是流呢 真是 連海外民意調查都可以是這樣的 更加何況就是美國國內那些 查什麼鬼啊 對不對 查到這個拜登領先特朗普 百分之十幾 接近二十的 哎 找鬼信嗎 哎 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會少這麼教官 你看看他那個 造勢大會 延長那些人的激情激昂 你就知道 沒有可能相差那麼遠的 如果相差那麼遠的時候 神祖的信心都崩盤了 還有鬼人去嗎 不過都不用說了 還有一個星期就知道結果 好啊 這一節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